总是来天母神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鲁班大师体系 一般来说大师体系常规射手只有两个 最强的两个呆射鲁班和黄中 今天两把各展示一个 第一把是赵超狼队的100胜率的点尾体系 这个阵容真的很有巧思 越品味越觉得设计出这个体系的赛讯真的是天才 点尾玉环出装名门放在这 其他位置常规出装 严玉环出装原因后面会说到 点尾这里提一下 烧假出发大招增伤都是知道 必出的 然后是血手 上次改动对于很多弹野来说都是削弱 主动的固定攻击力改成了15%攻击力 但点尾的被动能给15到29乘6的攻击力 这套纯肉出装点尾六三被动有573攻击力 开血手能有658攻击力 然后不祥弹度最高的肉装 说个不冷知识 对面刘备的大招以前不免不祥的减攻速 减攻速属于负面效果 但现在可以免了 可能把减攻速和减移速一起免了 反甲单纯是白质太差了很规模 肉点尾不缺反甲触发大招给的伤害 更缺不想这件第一肉装给到的坦度 前六分钟帮中国线正常发育 点尾打野拉双野叠被动小技巧 玩点尾的都会 这里是提醒点尾的队友 别刷点尾的小野 六成被动的点尾和无被动点尾不是一个英雄 然后四分钟准时拿龙 弹野对比野和还有好VP的优势 来我们说一下这个阵容的巧思之处 首先来说上野 点尾目前版本最强的正面弹野之一 就怕对面拉扯不和你打正面 关羽恰巧能把人推回来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以前的关凯啊 阔虎 其实点尾机动性比凯好很多 一般的拉扯还真不怕 中路打完拿到优势就进野区 这阵容点尾大师的配合也很好啊 很多时候点尾进上或者反野 是属于一种能进不能出的状态啊 大师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初学副子组合的话 大师的链子是给鲁班独享最好 在打的比较好之后的大师就可以 在鲁班不需要链子的时候给其他队友 但是后期和大传还是给鲁班独享啊 而只是千万不能死的 然后来个五讲问答 这个阵容的大合是谁 五秒钟 来 五 四 废话 副子组合的情况 大合肯定是鲁班啊 还能有谁 但是呢 这个阵容是个五合阵容 但经济分配又是合适的 副子组合都难切都知道的 你花了很多技能去把带链子加散的鲁班切了 切完会发现 点尾关羽玉环的后续团能力太强了 关羽线版本难打 是因为小控制多 深版扛不太住 对线难打等等原因 但是收割没技能的残局 关羽是和以前一样没差的 点尾更是了 一般打点尾就是要拉扯 你还直接冲鲁班送点尾脸上了 杨玉环塞满一个的七十减速 更是在这种局面下作用拉慢 然后是杨玉环越打越觉得重要 算是整个阵容的润滑油 关羽的回推 点尾是很欢迎 但是有很大部分的提议中单都怕 关羽把三四个人推回来 点尾是不怕 鲁班也有链子 但常规法师只能从喉咙里发出尖锐报名 而肉环只会按一下E技能全部挂上减速 集火洋玉环也没用 点个大招落地不死鸟又是半血 然后这阵容看其他四个位置 有弹也有绕后还有大师大招 理论上开团不是问题 但是一般来说 关于目前版本是不适合先手开团的 会被断腿控死秒掉 点尾算是偏伤害的坦和 控制端是比较差的 一般也不适合打先手 上野都适合二手进场 大师打大团更是只站后面给链子 所以这个阵容是没有抽奖先手 或者稳定先手的 就像前面说的 鲁班被开反手反打很厉害 这就是会出肉环的原因了 肉环5秒一个的二技能抽奖先手 抽到了鲁班就能跟EA2A秒掉 抽不到就回退等下一个二技能 反正对面开杨玉环开不了 坦度高还有大招容错 而且技能交给杨玉环不开鲁班 是不想赢了吗 这手杨玉环进体系真的很天才啊 这把看着打得很轻松啊 其实真的就是BP压制啊 对面理性手术其实挺快的 比我见过很大部分理性取消会要都快啊 马可尔也会找机会啊 刘备那是没办法 刘备一辈子都打不过肉点尾的 这把对面有王昭君一直在背靠高地守啊 就是不肯出来打野去啊 守到了丰龙 这把丰龙我是这么个安排啊 让棕色斧山人先把龙押到半血 关羽和我绕好位置 对面赶来就直接绕后 在野区开他们 不敢来就龙空到半血 等我过了中线把人逼回去再Rush掉 最后对面还是怕关羽啊 不敢在野区打 也怕半血水晶被偷了吧 就把容让了 来看最后一波 马可电撞了一个好大 大师魅力时刻把鲁班拉了出去 鲁班回头两个强谱伤害拉满 我复活起来 不点伤害配合鲁班 把野福秒了 对面现在这残局状态 关羽进场就算再多失误 对面也拦不住了 这一波团两个链子 鲁班连复活甲都没掉啊 来看第二把 这把是个黄中大师啊 这把我说我一直在打野 想打一把鞭啊 就拿了关羽 中野拿了真机合租 常规忘经由打野 打野他谈野英雄词就是八戒啊 色斧黄中大师 说实话这把的BP是不算好的 色斧和上把差不多 对方路一样 中野单拎出来和上把的点维玉环强度差不多 甚至真机更强 八戒也更坦 但就是没上把的完整体系那么自洽 来我们先进入局内啊 前期关羽一般不对线啊 特别是五排就出去中路转转 这把对面的马超有点小绝活啊 整体水平依旧是比我们这边高啊 不用纠结对面的阵容差啊 现在好看的BP对撞真的很少啊 不管多少星 能遇到我肯定做啊 我现在BP素材选择前提啊 就是对面操作比我们好 水平到位一点的都是能一眼看出来 用BP和思路以弱胜强 这就是目前我的理念啊 别管多少星 往低了说 我这分段打体系能下课上 同水平或者更高分不也行吗 往高了说 我的BP职业赛都能用 甚至部分还有前瞻性啊 当初我推下猴打野的时候 职业都过了半个赛季采用啊 往前翻翻评论区 都能看到当初为啥职业赛不用的评论呢 三个素材说到啊 关羽不适合打先手 就算推到了五个 被集火就是动不了 特别是五排爆点集火的情况下 你带个竞标国标都不会加坦度和韧性的 这把对面BP差 但靠着手法和意识节奏拿到了优势啊 七分钟野区已经碎掉了 都快渐入佳境了 这个和我们阵容前期不强无关啊 对面阵容比我们更吃发育 而且经济分配更吃紧 这波本来打算去带上路线 队友背开 然后反手带走了 曹操后手进场一个大顶开 叼残 反手一个二帮队友拆货 马可再回头收下叼残 这是曹丞相说把叼残给我的 再回头把马超一刀劈进塔内 马超将军别来无恙啊 这波尽力了 可惜还是没打过啊 这局和上把的思路就不一样了 上局是鲁班可以没 上下上中野三个核心都可以打残局 这把上中野没这种联动性啊 这把黄中大师就是四宝一 黄中没了就是没了 明明八戒比点为更正统坛也 真机存看强度也比洋域缓高 但组合起来没有联动性 就是比体系这种的效果差 因为是四宝一啊 这把的思路就不是绕后收藏局啊 而是在正面帮黄中分担火力 持伤害持控制 对面不打我 我再帮黄中拆火 而且对面这阵容也没什么好绕的 现在就是全家所高地等黄中装备 用高地换黄中的发育了 但我只能说黄中这英雄真的值得养 破晓之后 对面的压塔明显变难了 吃不住伤害了 当时黄中在问我们 就有件装备做什么 他说想做个不想防 马可马超加容错率啊 或者是苍穹 我说不太行 直接把伤害做上去吧 把对面秒了容错率就高了 反正要真被摸到了 也不是一个肉装能解决的事啊 最后决定做一把竹锋 把爆发拉满 这波黄中神装了 我准备去带上路线啊 顺便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抢龙啊 对面龙还没开 我们下路过完线就可以来看 然后就被对面曹操包夹了 先一个二过墙跑出包围圈 队友赶到 八戒阵击给控配合黄中 两号秒掉曹操 大师炼子落点被马超蹲了 黄中直接闪现过墙 我是想着用命给他 创造输出环境了 失血的关羽和满血的黄中 你先打哪个啊 马可一个大撞黄中 直接被顺秒 再拉炼子到正面收死貂蝉 这波黄中的机动性 柔如一个大油色啊 三段超长位移 他也灵动了 这就是鲁班大师啊 刚刚马可怎么被秒的 我都没看清楚啊 这个得慢翻看一下了 慢翻看到就是简单的 竹锋两发普攻秒了 三分之二选马可啊 就这么没了 打完拿龙把线离好 这下就搬回军事了 来看最后一波 这里想着是把马超踩回来 打个掉点啊 空二了还被姚妹推了一下 好难受啊 大师拉上黄中过来 坐下输出 马可转黄中 我一个一打断 但刚好马可被大师拉了回去 黄中闪现过墙 躲开了 曹操的闪现进场 胜负已定 然后点链子过去处理貂蝉 神装黄中是貂蝉 看不懂的 这里又是残血光云的诱惑啊 马超都不管黄中来管我啊 不切大合还想着赢呢 黄中打完复合甲都没掉啊 对面最后就只剩一个逃兵姚妹了 就一波了 这把赢的就没第一把那种 这种逻辑配合浪漫的感觉了 体系的魅力就在于此啊 不是说单纯的五个T1T0加一起 就是好的BPR 这把就能看出来了 像第一把那种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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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于5的体系啊 对于我来说 可能才是最有魅力的吧 没有人能看出是三个T1T0加1タ1系2在5的体系啊 这种 外边就要任命rà1‼